女人优雅地摘下假发 露出满是挫疮的光头 随后用只有三根手指的手艺抚摸 揪出了一条满是蛋白质的长虫 她毫不犹豫地将它吃进嘴中 台下还坐着几十个和她一样的光头女人 准确地来说她们不是人 而是拥有魔法的高阶女巫 卸下伪装后的她们露出了本来的面貌 她们的本体都是蛇 手掌和脚都是畸形 她们法力无边要什么有什么 但唯一讨厌的就是人类小孩 为此她们伪装成人类女士 但如今人类小孩的踪影 还是遍布世界各地 法力最强的巫师十分不满意 怒斥手下女巫办事不力 直接掀翻桌子把她砸了个吸水 接着飞到半空中再次下达命令 世界上小孩真的太多 有个女巫觉得难度太大做不到 巫师直接对她施法 当场用法力将她变成了一滩烂泥 惩戒完质疑她的人之后 巫师开始说起她的计划 她让所有女巫回到各自小镇上 开一家糖果店 接着她拿出了一瓶紫色药水 只要计量加倍那么要效也会加快 如此一来 她们让所有小孩消失的梦想便指日可待 巫师沉浸在美梦中无法自拔 女巫们也纷纷夸赞她是个天才 为了验证这个药水的药性 巫师事先给一个小孩下了药 让她在药校发作的前几分钟来到这里 巫师继续用巧克力引诱男孩 男孩浑然不知只想吃那块巧克力 直到时钟指向12点25分 男孩的身体开始发生反应 紫色气体从她的气壳不停流出 紧接着一股气流将她冲上天 她的肉体消失不见 只剩一身衣服飞快坠落下地 一只小灰鼠从里面钻了出来 巫师的变鼠药剂成功了 女巫们十分兴奋要把老鼠抓起来处死 于是一双双高跟鞋踩向了小灰鼠 每一脚都是要踩死她的节奏 危机时刻一只小白鼠跑出来救她 她躲过了女巫的高跟鞋 一口咬住了小灰鼠的尾巴 带着她躲进了通风管道里 原来早就在想小灰鼠变身之前 这里就藏着小男孩盖茨鼻 可已经变成小白鼠的戴希 盖茨鼻曾从外婆那听说了女巫的故事 知道戴希是被女巫害成这样的 特意带着她过来这里找解药 意外闯入了女巫聚会 躲在这里亲眼目睹了小灰鼠的过程 他们三还没说几句话 巫师已经打开了通风管道的网 直接把盖茨鼻从里面拖了出来 其他女巫也纷纷上前把她按住 试图用力掰开她的嘴巴 巫师露出了她的獠牙 她要好好惩罚盖茨鼻 一次性倒了三滴变鼠药水进她的耳朵 这么强剂量的药水当场发作 随着一股强大的气流炸开 盖茨鼻直接飞上天鼠花 然后从她空荡的衣服钻出来一只小棕鼠 巫师就等着这一刻 用手指按住了她的尾巴 另一个女巫直接抡锤子 关键时刻戴希再次出场 她一口咬住巫师的手指 趁着巫师痛的尖叫 带着盖茨鼻逃回了通风管道 他们顺着管道一直到了排风口